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独家经典配方 冰淇淋口感的巧克力千层 这是一款非常适合自己家里食用 也非常适合作为一份礼物送给别人的一款蛋糕 我们的巧克力千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是我们的混合巧克力奶油 我们的奶油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饼皮部分 我们的混合巧克力奶油中间分为两个部分的奶油 A部分是巧克力奶油 B部分是可可奶油 在这个饼皮的配方中 用一定量的糯米粉和玉米淀粉来代替低粉 首先用糯米粉是为了在整体的口感上 让它变得更软糯 那用玉米淀粉呢 是为了让它在整体的口感上 有一种Q弹的感觉 那这两者都用都替换在里面 是为了让我们的饼皮它整体 延缓一个它变硬的速度 我们这个饼皮它放到第三天 可能还是很软的状态 好这是我们制作混合巧克力奶油所需要用到的材料 我们的A奶油部分 淡奶油和70%的巧克力B 还有我们B奶油部分的淡奶油和我们的可可粉白砂糖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制作这个混合巧克力奶油了 首先我们把火开到小火 中小火啊 中小火的程度 我习惯先把少部分的那个B奶油先做 我们把这个200克的淡奶油 倒在里面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可可粉和白砂糖也倒在里面了 接着就用我们这个蛋抽给它不断地搅拌 奶油颜色加深充分融合之后表面有微微的小泡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之后给它过筛到我们的这个碗里面 我们这部分刚刚煮好的B部分的可可奶油呢 先给它用这个保鲜膜贴面保存一下 防止表面洁皮啊 也为了隔绝空气防止表面产生水气 一般煮这个巧克力奶油 先是把这个淡奶油煮到微微冒泡 然后去倒进巧克力里面融化巧克力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淡奶油和巧克力一起煮了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让这个巧克力和淡奶油融合的更充分一些 那这样做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大家可以放心做 然后我们这个搅拌的方式可以成一个W字形 W字形来给它搅拌 然后给它抄底一下 然后继续 它表面开始微微冒化就可以关火了 好我们把刚刚的A部分的奶油倒进我们B部分一起混合之后呢 我们这个冰淇淋的奶油就做好了 然后还是和刚刚一样进行给它一个贴面的保存处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奶油为什么要这样制作的一个解释 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配方中的一个比例 这是我一个预设的比例 这个A部分是我们常做的一个1比5的一个比例对吧 那这个A部分都是1比5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打发奶油 打发这个巧克力奶油 它可能一下子会打发的很硬 或者说这个状态不是很好掌握 所以呢我就为了 首先为了它一个打发的更好 还有其次是为了让它这个体积变得更大 变得更多 所以我就在此基础上加了一部分B奶油 那为什么不直接加200克大奶油呢 是因为如果把这个200克的奶油加进去 那你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浓度是不是会降低 对吧 我们这个配方里的 这个不变啊 然后200克大奶油的这个部分 加上12克可可粉和8克糖 那这是我经过一个调整多次的一个比例 给我们整体的一个巧克力千层的口感 起到一个升华的作用 那加了这一部分B部分 也就点提了我们今天这个 冰淇淋口感的巧克力奶油 那我们之前做这种巧克力冰淇淋 巧克力冰淇淋啊 我们都会加淡奶油可可粉和糖 还有我们的蛋黄 那今天我们就除了蛋黄没有 别的部分都有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冰淇淋巧克力奶油这个口感 提升这个口感的一个差到好处的部分 制作饼皮之前呢 我们先要把我们的面糊部分做好 我们的面糊是由我们的面粉类 还有我们的鸡蛋和牛奶组成的 面粉类这里是低筋面粉 玉米淀粉 糯米粉 可可粉 这四个粉混为一类 等会我们要过筛的 然后其次是加入我们的鸡蛋液 白砂糖和玉米油 这也是一个部分 然后第三部分是加入我们的牛奶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一个面糊的混合的一个演示 我们先把我们的低粉 我们四个粉类给它加进去 然后我们的糯米粉和玉米淀粉 然后还有我们的可可粉 把这四个粉类混合在一起 我们用这个蛋抽给它混均匀 从盆壁给它刮下来 然后中间混均匀一些 好然后再取一个盆 这个筛子 加在中间啊 然后把我们这个粉给它倒进去 哦呦呦我们这个蛋抽啊 给它继续把这个粉刮下去一些 让它这个粉过筛的更清凉 继续我们把这个粉倒回刚刚那个盆里面 继续给它稍微过筛一下 我们这个粉类尽量给它筛个三次次啊 都可以 好然后在我们这个粉类混合好的粉类中间 给它用我们的刮刀一边转动 一边给它开个窝出来 因为等会我们要把我们的鸡蛋液放在里面 好 然后先放到一边备用啊 还是我们刚才那个盆就直接用了 把我们这个鸡蛋倒进去 先用蛋抽搅拌均匀 先把酱黄抽散 好然后把我们这个白砂糖也加进去 好接下来是放我们的油 我们这个玉米油或者食用油 只要是没有味道的油都可以 好 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按照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顺序来放油的话 我们等会儿在煎饼皮的时候 它表面是一点油都没有的 非常方便我们等会儿的操作 我们鸡蛋的部分也混合完毕之后 让这个油充分融进去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鸡蛋液分个大概四次 倒入我们这个面粉当中啊 好镜头拉近一点 按照这个步骤做出来的 我们这个做到一半的这个面糊呢 它还是比较细腻的啊 不像有的做出来 可能这样子混到一半的时候 颗粒很大啊 面糊很粗啊 那我们按照这个步骤来的话 整个面糊都是比较一个干净细腻的状态 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牛奶加进来 也是分个四次倒入 好 我们拌好的这个面糊 给它进行几次过筛 好 我们这个面糊混合完成之后 就可以煎制我们这个饼皮了 然后我们这个面糊的状态 它是比较柔和细腻顺滑的 看到了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制作饼皮了 我们把这个炉子开成 开到这个中小火 全程中小火的一个状态 大概到140度以上 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面糊下去煎制了 然后我看一下现在温度多少 大概140的时候就可以下去了 好 差不多了 那我们一勺面糊 我们面糊的这个盆和这个勺子 跟到我们的锅子中央这样子下去 然后马上我们的勺子跟着回来 那我们这个面糊就不会把中间弄得到处都是 后续的温度保持在110到130之间就差不多了 避免温度太高 一下子会起太大的泡 然后没有温度计也没关系 那如果你是明火加热的话 你还可以这样子翻过来给它 稍微把这个表屏眼加热一下 沿着我们这个 沿着这个外侧 沿着这多余的这个部分 给它慢慢的刮下来 那一定要刮完整 一定要刮完整 那如果说我就很粗心的 我这部分刮下来了 对吧 然后给它直接倒扣了 它可能你看这里有个缺口 对吧 它可能这一部分下来了 这一部分还粘在我们的锅子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 整个一个边缘全部都抠下来之后 然后再给它整个一张皮倒扣下来 那我们一定要沿着这个边缘给它撕下来 然后让它倒扣下来 慢慢的让它自己去掉落在这个冷却架上就好了 非常光滑的整洁的一块饼皮 那我们这个面糊下去之后 就给它直接放在我们的锅子上 然后去把这个刚才的这一张放到金盘里去 那放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给它整齐的放下去 我们这张皮也好了 然后给它你看到这种泡泡就可以了 然后沿着边缘撕下来 看一下我们整个饼皮的状态就是轻薄不油腻的感觉 很透亮 那为什么先要放在这个冷却架上之后 再移动到我们这个盘子里面 然后再给它覆盖这个打湿的纱布呢 因为我们刚做好的这个饼皮温度是特别高的 先让它这个表面的热气散发掉 再移动到我们的这个金盘里或者你的油纸上 只要是不粘的就行 然后覆盖我们的湿纱布或者保鲜膜 为了防止我们的饼皮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 起到给饼皮一个保湿的作用啊 到最后面糊剩的不多了 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给它倒过来 撑满一勺再下去 然后我们勺子跟着回来 这样子操作也很方便啊 我们做出来的饼皮是比较平整 而且比较透亮的 用做切割的工具 每一个工具我都来演示一点 首先是用我们最常用的慕斯圈来做 那我们的饼皮啊 为了后续也是一个让它呈现一个很平整的状态 那我们也是把一个手指一起张开 然后给它平整的放到我们的油纸上 然后用我们的慕斯圈 给它用力压 旁边这个让它还是盖盖好啊 不能让它暴露在空气中 然后给它这样子撕下来 你看就可以了 放到一旁去 然后我们这个 割好的 这张圆阵的面皮 就给它放在我们的金盘里面 或者你没有这样子的金盘的话 你在你的烤盘里面 或者盘子里面 嗯 下面第二张油纸就可以了 好继续给它盖住 那接下来我们就演示用这个蛋糕模具的底盘 怎么把它进行的切割 接下来就是 如果你这样子都没用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加你差不多直径的一个碗 大概16厘米左右 让一张层层叠叠叠叠在我们的这个盘子里 也一定要整齐 好这样子就切割完毕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切割好的饼皮都 放在这个金盘里面 那放好之后 我们继续给它盖着这块湿布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发这个混合巧克力奶油了 我取出了我之前冷藏好的这个巧克力奶油 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做好的比较凝固的状态 那它一旦遇到打蛋器的话 它就会瞬间的变软 变得那种很顺滑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蛋奶油 这个巧克力奶油放进我们的厨师机里面 好那我们这个打发的时间呢 是不固定的 因为主要还是看你这个巧克力奶油的状态 那你的打蛋器或者厨师机 都是处于一个高速打发的状态 先打个30秒 好你停下来看一下啊 那现在我们的奶油是有一个很流动的状态的 继续再打发个10到15秒 那此时这个状态就有点像我们做海绵蛋糕时的那种状态 我们给它继续一进一进的打发 那现在比刚刚稍微凝固了一些 那我们这样继续一个这样子的打发的状态啊 我们现在提起来的时候 这个旁边它还会慢慢的散落下去 就说明我们打发还没到位 那继续来个10秒钟 现在我们这个奶油提起来 首先它你这个打蛋头 它这个四周奶油不会这样子掉了下来 然后其次它上下 这个上面和这个下面都呈现一个弯钩的状态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抹面的可以做加薪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打发就不看时间啊 我们看打发的状态 它现在就是比较的柔滑细腻 然后也没有那种打的很硬很渣的感觉 就要这种软软绷绷的状态 然后适合抹开和抹平就可以了 好打发好奶油呢 那接着就是给我们的饼皮和奶油进行一个组合 最底下一层是一层饼皮 然后上面铺了一层奶油 我从这一张开始演示 四八个手指 给它撑撑平 这是我们千层 整个千层切面整齐的秘诀 你给它撑平对吧 从我们的身体这一部分 一定要张开 慢慢的 它放下去 记得最后是前脚掌落地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做出来这一层就会非常的平整 那如果说中间有一点小空气的话 你给它压一压就可以了 然后继续 取个四十到五十克的奶油 其实不用去撑 我们大概的这样一个量就可以了 少了就增加 多了就减少的抹开 用你这个左边 抹到左边的和你的左手腕是相配的 然后抹到右边的部分 外侧和你的右手腕是相配的 我们抹到左侧 里侧对吧 往外面抹 然后抹到外侧往里面收 一个推一个收 是一个推一个收的一个状态 然后配合你左手转动这个状态 给它慢慢的把这个奶油往外拉 拉到我们这个千层的边缘 刮掉一点 刀尖定点在圆心中间啊 然后我们抹刀就不动了 我们左手快速转动这个转盘 好往身边收就可以了 那当我们看到如果你边上这个边上没有补齐的话给它再补一点 好大概给它叠加到五六层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一个边缘的修饰啊 就是一个顺时针的 那我们平时抹面不是这样子的吗 我们的抹刀是这样子逆时针转的对吗 这样子转 那我们做一个提拉修饰的时候呢 我们抹刀是反过来 把我们的这一侧 贴着我们的蛋糕侧面 我们进行一个边缘的修饰 把奶油这样子往上提 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这样子像抹面一样 抹着抹着奶油就会掉到我们的蛋糕盘上 提上去往上提 那我们先把这一点修饰一下的话 我们之后这个侧面就不会那么的脏或者不平整 接下来每上叠一层 我们就给它稍微修一下边 那接下来这个饼皮叠上去 就是看到子好像外围有一个圈一样 然后我们把饼皮叠在这个圈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也是轻轻的下去啊 然后也是轻轻的下去啊 你做一部分可以蹲下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平整的状态 收一下就可以了 一共大概叠了20到22张左右的饼皮 就差不多能把奶油使用完 那如果你觉得边缘这样子有一条条不好看 你可以撕盖一些奶油上去 然后给它稍微甜一甜 但是你尽量还要适应我们等会装饰表面的一些奶油啊 我们慢慢的慢慢的给它这样子刮一下就好了 那我们这个侧面不像那个奶油蛋糕那样子 需要很平整很平整 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用那种呃 大的那种刮刀给它侧面刮一条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表面进行一个处理给它抹平 然后没抹一刀用我们的纸巾给它擦一下 把我们这边擦一下 然后看一下最后我们剩的这些奶油 差不多可以那个装饰表面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稍微预留多一点 那我们再这样子一个量就足够足够我们装饰表面了 这个圆嘴距离表面一点点 然后不要去动它我们的手就不要移动了 轻轻地点下去提起来 点下去提起来就好了 收的时候就轻轻地收 下去的时候用点力 收的时候轻轻地往上提 最后在表面装饰一点可可粉就可以了 好怎么样给我们的蛋糕侧面切得比较平整又好看 先把我们的这个炉自明火开到一个中火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取一把你们家比较锋利的水果刀 给它在明火上正反把刀背加热一下 好然后关掉 一刀下去要快一点 然后每次一刀你就给它把这个刀背插一下 插干净一点 然后下一刀的话给它再稍微在火上加热一下 我们在蛋糕周围点缀装饰一些冷冻的覆盆子和蓝莓 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吸人眼球的效果 然后切块包装的话就是单独的一个切块 然后就是单独的 还有如果你可以这样子好几块好几块装在一起 好几块装在一起 好 好 好